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我刚才在这边跟他们打乒乓球 然后我把包放在这里 打乒乓球回来过后 跟别人聊天聊了一会儿 发现我手机少了一只 我这只手机一直是 在这包里我拿在身上用的 那只手机不知道哪里去了 然后他们都说没有看见人 没办法 我现在打电话报警了 不知道能不能找回来 好烦啊 反正你一小伙功夫 看着都很友好 等一等吧 我的手机找到了 当时是怎么找到 是我自己找到的 我在那边报警 啊报警过后 我过了一会儿 我用手黄去找我的手机 是小米手机吗 然后我就听到声音呢 在一个垃圾桶里面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还骂了一句 过了一分钟过后 警察就来了 警察就问我这个 问我那个 然后现场什么情况 什么文 全部都没有问 直接把我带着派出所 带着派出所过后 因为我不懂啊 他说了一些什么 我不太懂 然后理学院过来了 他告诉我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呢 我感觉比较警觉 大家也一定要注意 就是 我们外国人在伊斯法汉 如果出了问题 他们当地 就是这个骗区的警察 是有很大麻烦的 所以说他们 会全力以赴的 帮助外国人找到他的财产 或者他得到 他的权利得到保护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 哦 没有 如果 我已经来这个派出所两次了 第一次因为那个 这个肝 呃 吉他的事 这次英文手机的事 他说 如果我 再出现一种这种情况 我不小心 又出了问题 给他们带来麻烦 他会赶我 离开伊朗这个国家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 如果我 第三次 呃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 没有离开伊朗 再出了问题 他就要把我的名字 加入伊朗的一个 出入境管理局的黑名单当中 所以说 这是个麻烦事 所以说 在伊朗的朋友们 你们 呃 小心的 或者是 你们以后要来伊朗的话 在这方面的事情呢 也要小心的 虽然我们不找麻烦 但是我们也避免 别人找我们麻烦 一旦我们的麻烦达到三次 或者是次数更多的话 我们就很难来到伊朗了 好吧 呃 还是 感谢李学院帮我翻译 然后又打车 跑得这么快 没适 没适 过来帮忙 没适 呃 我太过去没有人 托你的手机 对 因为对我也不好 这个是我的城市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外国人 托了 一个一个人托 外国人的东西 因为伊斯坊 对外国人太照顾 对也许 所以害怕 从大陆外国人 所以 我太过去 你找到人 说 也许 伊斯坊很少这种情况 啊 好吧 也没那么好说的 就是 希望同胞们 在伊朗 所以小心一点吧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再见